花蓮省老人会市长辈长青桌球赛17号上午举行 105位乐离选手齐聚切磋球技各个大写伸手 花蓮市公所主任秘书温美华特别代表市长魏家宴到场致意 他也协同了县运魏家宴一起来为选手交要打气 同时也鼓励长辈们能够享受运动过程预祝赛事顺利 下午8点钟长青选手们纷纷到场热身开打 热血模样不输给年轻人 花蓮市公所主任秘书温美华也代表市长魏家宴到场为选手们交要打气 今天上午来到花蓮省老人会看到我们好多长者在打桌球 其实看到他们以球会有的精神 其实我是非常的羡慕 当然是我也很久没有打桌球 等一下可以试打一下 我们市公所针对市长辈的桌球赛其实已经支持很多年 当然就是希望提供一个场地 这边然后提供一个好的比赛场所 让我们很多长者可以靠着这个桌球 也是虽然说是比赛 但是其实是靠着这个运动 让长者身体更健康 花蓮县议员魏家贤常年来支持老人会 除了协助争取多项设备也特别到场为比赛开球 今天非常谢谢老人会跟花蓮市公所共同来举办市长辈桌球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长辈还有很多好朋友 在场上挥汗较劲 那当然是运动为最主要的目的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长者 四肢还有运动都身体都非常非常健康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花蓮县议会 持续的推动各项运动的一个方案 让更多长者能够投入运动 也可以减少健保不必要的支出 那未来我们也会推动花蓮县的一个敬老节 希望有更多的长者能够得到更重要的一个尊重 银法长者们双双组队拿起球拍 正拍反拍你来我往展现了矫健身手 花蓮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表示 比赛分为假以两个等级 采取混合双打 总共有18支队伍105名的选手报名参赛 优胜者除了奖杯还有实用的民生物资当作奖品 每一位选手都尽全力要打出好成绩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